大家好,今天我和余谦,不是和杨谦律师,我们说一段像,你认识我吗? 认识啊,你是新闻律师书所的蔡律师 你这是只知其一也不知其二,说像那个郭德纲,你知道吗? 知道啊 你看看,我和郭德纲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要说倒还真有 看出来了太好了,什么地方? 你和郭德纲一样一样的都比较胖了 说这干嘛,要说内涵 我和郭德纲是同一年出生的,你知道吗? 还有林志颖,我们就叫桃园三结义 你不要攀附名人自台身将 我喜欢郭德纲的相似,我给大家秀一段才艺,说一下啊 绕口令,红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怎么样?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答案有用啊 你看我们新闻律所要给客户办律卡 这个美国律卡要怎么申请,满足什么条件,多久能够批准 这些你知道吗?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们新闻律师书所 就是做这个的,我能不知道吗? 对啊,可是就有的人不知道,就有的人没有他 你看,这个呢,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信息 我们做了各种努力,我们大家写了好几百件文章 做了好几百个视频,讲解这个办律卡的问题 够详细的了吧? 是啊,我们有公众号,有网站,还有文章专栏 对啊,可是就有好多人,他文章也不看,视频也不看 我们重复了很多遍,可是呢,他就打电话,发email问 我们正在工作,特来问,如果要是不回答,我们就觉得我们态度不得好 回答呢,就会打断了工作,怎么办啊? 真不容易啊 就是啊,所以啊,我想到我们以说相乘的形式,给大家寓教于乐 讲一下这个律卡的常见问题怎么样? 可以试试 好,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了一位古人啊,这件电影叫拿破仑 啊,法国皇帝拿破仑 对,拿破仑,他也要办美国律卡吗?拿破仑能办律卡吗? 先花花先花吗? 不对,当年啊,1812年,拿破仑带领60万大军入侵俄国 结果失败而回啊,为什么? 60万不够啊 对啊,60万不够,办投资移民要80万美元 对吧,所以拿破仑就功败垂成了 可是啊,拿破仑失败的地方,我们的客户却能够办下来 拿到美国律卡,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人才啊,说话又好听 对啦,21世纪啊,人才最重要 我们新闻名律师事务所的客户 文能提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上抗能发论文,下抗能有引用 是美国政府承认的杰出人才,优秀人才 你猜他们办律卡要多少钱? 这个我知道 多则几万美元,少则几千美元 比是劳破仑要节省多啊 对啊,你看美国办律卡有这么一个中南捷径 有无从数引得凤凰来 博士生,博士淑,博士后,博士钱 访问学者,企业家,艺术家等等 都飞到美国来 可是这样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又是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僧多周少,功不应求啊 所以按照先来后到,就有律卡排期 哦,那要排多久啊? 结出人才一两年,国家利益豁免四年左右 那也不算太长啊 本科学位也要四年,上个硕士也要两年 对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 对吧,但是有一些人不尝试,不做努力 美国政府会把律卡主动给他吗? 那当然不会 就像有的人,买汽车买房子 不敢讲价,贪工作 他不敢提要求,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私的各魔综合症 那倒有可能,或者呢 就是他缺乏自信,缺乏信息 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可能派不上这样那样的好处 待遇,觉得自己资格不够 就给自己找出各种理由借口 想要自圆其说 不去尝试也都没有失败的风险 对,结果是光阴虚度,一事无成 真的不可去 对啊,你看我们新闻名誉所同事们 很多都是过去十年来到美国的 现在最年轻的一位也已经能够提交I-485了 那么他们都是通过什么办法呢? 我们有的是通过EB1A 有的是通过NIW 也有的是通过QRM 还有通过亲属移民拿到了绿卡 对啊,各种办法都可以 有的人极力渲染说 美国绿卡怎么怎么难拿 要留在美国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们大家同事们 也通过各种方式 通过移民美国拿到绿卡亲身经历 可以为大家排游劫难解决问题 古人云 不要轻信那些竭力让你放置信心的人 真正友好待你的人 会鼓励你 有志者是进城 圣经上面说 你敲门,门就为你开 你寻求你就能找到 想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拿破轮啊 怎么拿破轮又要把美国离开了 不是 当年拿破轮入籍俄国不利 然后呢 他就发了一个手机短信 给这个俄国元帅户屠左部 收到了拿破轮要求求和的信 然后他给大众来阅读 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说 这个狐狸和狼的故事 对吧 狐狸呢 想要骗狼 狼对狐狸说 我的朋友啊 你是灰色的 可我已经白发苍苍了 想到这里老元帅情不自禁啊 他摘下了自己的帽子 指着自己的头 我就白发苍苍 想到这里我也想到了我自己啊 我自己我们这个新卫明律所 我们工作了十几年 你看我也增加了很多的白发 哎 等一会儿 这里面呢 我还看到了 有我自己 可是 还有你 对吧 这里面还有你 可不是吗 还有你 对 还有你 这怎么回事呢 你看 这个故事里面啊 它还有一只狐狸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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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